今天,我要给新手小白带来一个必备技能,就是如何获得一个免费域名,并托管到Cloudflare。 Cloudflare是全球领先的云平台之一,作为个人用户,它有很多免费的羊毛可以耗。 首先,就是它的域名解析功能,它不仅可以通过CDN加速网站的访问, 还可以隐藏真实的IP地址,防止IP背墙,而且支持动态域名解析,方便使用域名进行内网访问。 它还可以提供网络安全,提供最长15年的免费SSL证书。 它还可以搭建免费的代理节点,没有VPS也能科学上网。 这么多免费的功能,注册只需一分钟,而且无需提供支付信息。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一定要注册一个。 好的,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操作一下吧。 打开谷歌浏览器,搜索Cloudflare。 点击这个链接,我们就来到了Cloudflare的网站。 点击右上角的登录。 在右上角的语言菜单,选择简体中文。 然后点击下面的注册。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再设置一个密码。 点击注册。 然后就进入了Cloudflare的网站。 它提示要验证账户。 然后,我们来到自己的邮箱。 找到Cloudflare发过来的确认邮件。 点击验证您的电子邮件。 它会跳转到Cloudflare的登录页面。 输入电子邮箱和密码进行登录。 这样,我们的Cloudflare账号就注册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解析我们自己的域名。 我们可以来到L53网站,获取一个免费的域名。 这个域名注册简单,只需一个邮箱, 且无需填写付款方式。 而且使用方便,可托管到Cloudflare。 无需商项解析。 新用户使用优惠券,享受第一年免费。 即使要续费,也很便宜。 我们先来看一下自己想要注册的域名是否还可以注册。 输入域名。 点击搜索。 然后,就来到了注册账号界面。 输入相关信息。 注意,邮箱地址一定要是自己的真实邮箱, 因为需要接收确认邮件。 其他信息都可以随便填写。 电话信息不能流空,必须填写。 在学生这一栏,可以填写yes或者no。 然后下面这一栏,可以复制这一段文字,并粘贴在这里。 从哪里了解到这个网站的? 我填写的是从谷歌。 然后,设置密码。 点击注册。 于是,我们会在邮箱中收到一封L53发过来的确认邮件。 打开邮件。 点击验证我的邮箱地址。 这样我们就注册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去申请一个域名。 点击登录。 点击订购。 点击选择产品。 点击域名注册。 输入自己想注册的域名。 域名后缀我选择短的,因为这样容易记忆。 点击检查。 如果域名可用,它会弹出域名的一个费用,以及下一步的按钮。 点击下一步。 会出来一个结算的信息。 先不要点结算。 点击上面的有优惠券代码。 然后,复制左边的优惠券代码。 New User。 粘贴到代码框中。 并点击应用。 弹出一个对话框。 告知你免除这个域名一年的费用。 点击确定。 然后就会看到结算费用变成零。 点击去结算。 然后就生成了一个状态为代配置的订单。 等待约两到三分钟。 订单状态从黄色的代配置变成绿色的一启用。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域名托管到Cloudflare。 我们来到这个域名的名称服务器。 要把这里的名称服务器修改为Cloudflare的名称服务器。 我们再次来到Cloudflare的网站,登录到自己的账号。 把我们的免费域名输入到这里。 并选择手动输入DNS记录。 点击继续。 选择免费计划。 点击继续前往激活。 弹出一个对话框。 以后添加记录。 点击确认。 要将这两个Cloudflare的名称服务器填写到L53免费域名的名称服务器中。 单击复制第一个服务器名称。 来到L53的名称服务器。 在域名服务器1中进行粘贴。 同样的,将第二个Cloudflare的名称服务器进行复制。 并粘贴到L53的域名服务器2中。 并清空域名服务器3和4中的信息。 然后点击更新。 再次来到Cloudflare。 点击继续。 点击立即检查名称服务器。 Cloudflare提示更新生效可能要几个小时。 此时,该免费域名还提示名称服务器无效。 我们要耐心等待一会儿。 趁着这段时间,我们先来添加一个DNS记录。 点击域名。 点击域名。 选择右边的DNS记录。 我们把这个域名指向谷歌的DNS服务器的IPv4地址。 点击添加记录。 类型选择A记录。 类型选择A记录。 名称输入GGDNS。 IPv4地址输入8.8.4.4.4。 代理状态选择关闭。 点击保存。 等待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域名的状态变成了活动。 这样,域名托管到Cloudflare就成功了。 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刚才添加的DNS记录是否解析成功。 我们来到IT-Dog。 测试下刚才添加的这个域名。 点击单次测试。 可以看到是有响应的。 响应的IP正是我们刚才添加的8.8.4.4。 这样,所有的步骤就完成了。 我们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域名。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